喂!專家!Dee哥,你好! 繼續是很開心的狀態,可以見到你的肉體在我面前 見到真身,不過就快又見不到 是的,過兩天,過幾天,過幾天,太忙碌了,沒辦法 我前陣子機構又去了台灣,幫幫忙 好像很開心,台灣的女生很活潑,他們好像一個好奇心的小朋友 我形容這樣,一塊未猜的麵團 那就去猜猜,猜猜我猜猜你,所以就很開心,學習氣氛非常好 有氣氛很重要,我們在博物館道上也是 那個團體來到的時候,大家很想學,想聽多些 你戴的時候,你感覺到,他的能力是不同的 說的人就開心很多 好像用一種台灣腔的形容,就是跟他們談一場戀愛 這麼嚴重? 不是呀,他們的形容全部都要… 有點曖昧一點 有一種曖昧曖昧,有一種感性滑出來的感覺 留給台灣的朋友比較好 我喜歡 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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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去了多久? 其實去了六天 當中有四天,前後就坐飛機 中間有四天就老師講道,講talk 都很忙碌 我看好像都逗了一圈驚卷過去 是啊,有驚卷又有幾件文物,油燈 正 所以台灣那邊看見都覺得很厲害 開心 他們很少見 對,對,對 對,對 香港也很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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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見過以為很認識的 香港也有很多專家 除了你之外 不要這麼說 應該對,你對 你對,很多專家 沒錯,每個人都是專家 是不是這麼說 每個人是食神,每個人是專家 食神 食神 食什麼先 食什麼都可以 食粉 食粉 食粉也是好事 越南粉 泰國粉 國外都想吃 上一集說的食物說得太興奮 是啊 上一集我們稍為沒有這麼學術 我一向都不學術 你學術而已 不是應該這麼說 那個主題沒有這麼 是的 沒錯 不是一個特定的主題 輕鬆一點 然後有網友留言告訴我們 叫我們可以做一下 我們之前不是問有什麼 題目大家建議 其中有人說了一樣 介紹一下一些書 介紹一下看過的書等等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試試這個新嘗試 我選了兩本書 我就選了一些電影的 正 猶太電影 或者跟猶太有關 跟猶太和以色列有關的電影 正 說這之前 這個禮拜就沒有考古新聞講 不過呢 就想介紹一位的 一個網站給大家認識 或者一個 一個網站 或者它是一個 一個項目來的 這個項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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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Following Hadrian Hashtag Hadrian1900 這個女生呢 就是 她是一個 讀歷史的 我沒有記錯 她要是意大利 要是歐洲人 忘記了她是哪個國家 糟了 好像是意大利人 好像是意大利人 那她做什麼呢 她就說 她很喜歡歷史 很喜歡夏德良這個皇帝 她在她的project 這個是她說 她做了幾年 計劃了很多年的project 就是按著夏德良的行程 因為夏德良的皇帝很有趣 我們聖經沒有提過她 猶太文獻有說 因為她是第二次猶太起義的時候 那個皇帝來的 那她呢 那猶太人當然對她很負面 因為她是把猶太人趕散離開以色列地的皇帝 那這個皇帝的出名 就是她在羅馬帝國的角度來講 她屬於五賢君之一 就是五個好皇帝 那她是很熱愛這個希臘文化 她是第一個流蘇的羅馬皇帝 那因為流蘇就像那些希臘的哲學家 就是她覺得這樣 那另外她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她很少在羅馬的 她經常都走了去的 那她在帝國裏面巡遊了幾次 一次是說幾年的 然後才回到羅馬 可能在羅馬就很短時間 去到最後呢 甚至乎受不了羅馬自己 建了一個新的皇宮complex 在Tivoli那裏自己有個皇宮 那這個女生她就去她說她的project 就是要跟回夏德良去過的每一個地方 她就去拍照她是法國人來的 法國人住在德國 法蘭克福腸 真厲害 欸 厲害 喔! 欸 這是法國人住在Francford 法國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說是有個這樣的project 跟著夏德良去拍照 我有follow他的IG和Facebook 挺好看的,有很多地方我們聽都沒聽過 這個皇帝什麼時候就來這裡 他就在那裏拍照 很厲害,這個真是追星的一個行程 對 但是人家追星追得來很有內涵 不是純粹為了誰去了那裏我就去 那些都很有內涵 可能人家心裏都有很多學術的東西 專家的樣子變了 不知道怎麼會 我們說話不可以帶有歧視成份 不可以歧視 我們實際上都沒有 我們很少會歧視人 不會,我從來都不會,不是很少 從來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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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都不知道怎麼回應我 頭盔大了 大大 大家可以跟他看看 上他的網站看看 他的地圖很花 他去暈了 整個地中海地區 英國 夏德良有個夏德良城牆在英國 大家可能聽過 但是去到以色列地又有一些夏德良的東西 埃及也有 去到埃及下半段也有 所以這個皇帝是周圍走的 所以都很多東西看 很多照片 很厲害 他的標籤是代表不同的 對 有些是遺跡 有些是博物館 有些是他去過 有些是夏德良的像 就是他這個 厲害 每一個款 每一個樣子 他都有一張照片 很齊 如果這樣很籠統地看 剛才那個地圖是令到 很簡單地告訴我們 夏德良的行程 整個腳中是很豐富的 對 做了些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 inspire了我 又想做這些 Following夏達華 是不是 不是夏德良 是夏德良 那沒什麼地方 來來去去都是粉嶺 又可以是舊藥館 舊藥館 自己在那裡拍張selfie 我們那個地圖 只是在博物館裡面的地圖 OK 來來去去都是 今天去了哪裡 今天去了展館裡面第二格廁所 我們展館有兩格廁所 沒錯沒錯 第一天去第一格selfie 第二格就是selfie 不是 我打算可以做一個 或者講一下關於希律 原來希律 就是看藥室夫 就是有時候做功課 看藥室夫的文獻 原來希律都去了很多地方 他都到處共 不只是留在以色列 所以都可以寫到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你聖經裡面 永遠都有保羅行蹤的地圖 就是保羅三次村的旅程 看四次 聖經一定有的 其實希律也可以有一個 他去過哪些地方 做過什麼什麼 大概都可以寫一個地圖出來 對 今天沒有什麼新聞說 所以就講完這個了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他的IG和Facebook 追蹤一下來看,那先說什麼? 就這個吧 介紹書,這本不算很新,2016年,但是小弟其中一本非常喜歡的書 那是Steven Fine教授,這位教授在美國,紐約其實是他跟我的教授好朋友來的 就是跟羅茲麗教授是好朋友來的,他是猶太人來的 他在Yashiva University,美國紐約有一間猶太人的大學,叫做Yashiva University 就是學校大學,猶太學校大學,但是就被受爭議一些 原因就是他們收女學生的,所以在正統猶太群體裏面 他們就相對地受爭議一些,他們前衛一些,自由一些 但是他又不是reform的,即是他不是改革猶太人 那種女拉比,他們又不是那種,但是他在那個圈裏面比較前衛一點 就是open一點,open一點,思維近一點美國的現代思想 這個教授就教以色列歷史,History of Israel 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個art的愛好者來的 他這本書就是用一個藝術的,怎麼說呢? 用一個研究古代藝術的角度去看金燈台這件事 金燈台由一個物件,在聖殿會幕裏面的一個物件 一路延伸去到成為,譬如今天金燈台的意義很大 不只是一件事,金燈台今天是代表文族 譬如考國學家在某地方找到金燈台,就說 哇,這裡有油太人住過,這裡有會堂 所以再現代一點,金燈台簡直是有民族主義的氣氛在背後 我有看過一些人說提多元拱門,他們說提多元拱門 其中一件事是,油太人是不開心的,不喜歡經過的 原因就是提起他們作為一個民族所受的苦 所以有油太人覺得要拆了提多元拱門 哇,很誇張 很有趣的 這位Steven Fine教授就幫我們從金燈台的起源 出埃及的27章打後講會幕的部分 我講到比薩列和阿荷里亞伯有各樣巧工打造金燈台 金燈台是怎樣跟油太人一起 其實很有趣的,在會幕之後基本上消失了一大輪 直到第一世紀才出來的圖像 在那裡出現,然後就在羅馬世界裡 開始跟油太的民族有一個聯繫 然後就會講到提多元拱門的金燈台 就是聖殿裡面的金燈台 就是猶太人的歷史 就是他們被第一次起義的時候被人趕散 被人擊敗的故事 然後進入了現代的歷史裡 就講到金燈台怎樣跟現代的猶太民族一個聯繫 我覺得是很吸引 還有有一種,他跟他的兒子 他本書裡面有講的 他跟他的兒子一起就有一個 他們叫大家做Menora Man 去到哪裡都第一個任務就是找金燈台 挺有趣的 你可以跟你兒子玩這些遊戲 有很多小朋友都可以玩的 是的 將來有些家長帶小朋友去旅行 不要只想去哪裡吃什麼 去玩什麼,去游泳做什麼 去一些古代遺跡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找 找一些Task給大人小朋友一起去找 都是好玩的 好玩的 譬如我跟兒子去 我們剛剛去完土耳其 大團那樣,就交了任務給兒子 你負責在地上找錢幣 爸爸很想要一粒古代錢幣 他說你到處看 你見到就收起它 結果找到我,好笑 在遺跡那裡找到一粒銀來 然後拿給我看 然後樣子這麼現代 然後最好笑 遞給導遊叔叔 導遊叔叔看著 這粒是智利的錢幣 那粒好像十元銀那粒 好像智利的錢幣 然後在土耳其的推瓦推拉那裡找到 真是很奇怪 也是重大發現 那發現就是有智利的遊客去過 有很可能是基督徒 因為推瓦推拉那裡沒有 基本上除了基督徒的 跟著啟示錄的行政 你才會去的 不會有遊客去的 所以是基督徒 來自智利 可能是旅行團 跟我們還要差不多時間 那個銀相對的 是現代的 現在還在用 還在用 很有趣 那個銀 講開我那次拿了上手 它的底 在表面看完 反轉到底 它的上下反轉了 不知道你有否答應 即是我們平時的錢幣是 是你打橫反轉 打橫反轉 它是上下反轉 很有趣的 我開頭以為是錯看 我以為是 唉呀 這麼特別 怎知道我上網看完 全部都是這樣 我印象中 古代錢幣是歪的 即是前後不對的 即是你有時候這樣 反過另一邊 即是每一粒都是 因為他打 所以每一粒都不同 是的 所以可以有這些活動 可以玩一下 即是到處去找金燈台 他有一部分 在本書裡面 講到他們去到梵蒂岡那裏找金燈台 原來在意大利都有很多 金燈台遺留下來的東西 其中有一部分 他說原來梵蒂岡的博物館 就有拉菲爾房間 拉菲爾房間 拉菲爾房間 有一幅油畫很出名 壁畫很出名 就是那個亞典哲學家 即是你可能見過 有兩個人 找給他 拉菲爾 阿典 這幅 即是 他們那些勁人 全部都在畫面上 即是蘇格拉底 柏拉圖 阿里士多德 整班人都在那裏 在這堆房間其中有一部分 就有一個油畫 是畫這個薩加里亞祭司 進去聖殿 在聖殿裏面 是不是啞了 有一部分 就說到他站在聖殿裏面那一刻 即是他旁邊就有金燈台 最有趣的是 我真的從來沒有留意過 我看過那幅圖畫 但你不會去看 那裏有一個金燈台 即作為基督徒 我們去到梵蒂岡 我們在看一些跟我們的信用 或者跟基督教有關的 但他說作為一個猶太人 去到梵蒂岡 他們找些什麼看 好有趣 這個也好有趣 那他看到那個金燈台 大家有機會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一下 嗯嗯嗯 我覺得最 本書 本書不厚的 本書就是幾頁 二百多頁 二百多頁 但後半段是 寸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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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專家來說 不厚 conclusion 二百二十頁 對 二百二十頁 不厚多 那就推介了 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的 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的 哈佛大學 從一個藝術的角度去到形式 一個聖經的揮號 嗯嗯 那Steven這位學者 我都幾 幾 你沒見過他 沒見過 沒見過 很希望可以見到他 是的 找一次 羅教授去找他的時候 靜靜雞又說 哎呀 哎呀呀 很厲害 找簽名 拿書去找 是啊 你又有本書 立刻拿去 我覺得 美國的學校 現在的大學 政府要求 那些大學呢 要有一定的一塊錢 在那個帳戶裡面 嗯 那才給你繼續營運 或者 才不需要你做一些 他們叫做 contingency plan 嗯 就是說萬一你沒有錢營運 你的學生怎樣啊 等等 然後我跟阿Sir說 萬一 我們學校倒閉 我就去這個 跟Steven Fine 就讀這個猶太歷史 那個 Yeshiva University 是的 作為一個外邦人 去一間正統猶太教學 看到他這麼開門了 有女學生 看看收不收 我們叫外邦學生 對 女學生他都收 外邦的 每位外邦人都收 可以拿那些 小數民族 那些 那些族裔 那些 苗族 那些 座學金 看看找不找到 還有最後一樣 關於這個教授 他在這個Course Era 有一個免費的課程 Course Era 叫Arch of Titus 因為他對於金燈台很有研究 也有興趣 也是藝術底 所以呢 他們的學院 跟意大利政府申請到 去做這個提多元拱門的一個 補育的活動 是他的研究 證實到提多元拱門的浮雕 是有顏色的 是他們來的 他們快驗到的 好像這本書裡也有說 跟著他在Course Era 有個免費的課程 大家可以試一下加入一下 即是如果你英文可以 其實可以按來聽 十個小時而已 不太長 但是精彩的 這個Course是精彩的 這個我看多元拱門 他有說 他有一段說 他們圈著幾部分 就拿去 拿去 拿去 拿去化驗 嗯 是不是有些古代 古代錢幣有金燈台 有啊 有啊 這個是 Lepton 這個是 馬卡比家族 馬卡比家族的錢幣有金燈台 現在的以色列幣也有金燈台 嗯嗯嗯嗯 是不是一毫子呢 好像一毫子 小小的那個 記得了 所以 記得已經 金燈台 我也有深刻印象 我記得那次跟你去以色列的時候 去了國會 國會那個厲害 那個金燈台我很深刻印象 那個厲害 那個浮雕 十個還是九個 九個 九個 那個是什麼 好像是國會 然後呢 每一個燈台的燈盞 都有一些聖經故事 在這裡 我們找給大家聽 好靚 這個 不是啊 七個而已 七個來的 真是金燈台 每一個燈盞的下面 都有幾個故事 都有故事 對 很精彩 有一個是Yokanan Benzakai 經常有意無意 要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國會金燈台 對 你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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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摩西 這個 對 對 舉手打仗 十屆 然後下面 十屆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對 給大家猜一下也好玩 對 我看不完 我記得我看了很久 不太知道誰是誰 又很熱 然後站不到很久 曬到熱了 大家看不看到 哦 紅海 由整齊 由左至由上至下 列出答案 哈哈 哈哈 在留言裡面 好 講這個金燈台書 就講到這裡了 大家有興趣 還有一個文章 對 小弟因為都被 深深被這本書打動 所以 早前光明節的時候 就寫過一篇文章 光明節與金燈台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就很粗略地 很簡單地就把 很粗略地 這個金燈台的歷史 輕輕記載了 大量的圖片 油記 其實 對 小油記 現在的以色列的國徽 金燈台實在是一個象徵著猶太人 象徵著以色列國的一個標誌 無論去到任何地方 甚至乎 你看到有個 譬如魚 十字架 金燈台的公仔 代表著他們的民族 代表著他們的國家 的一個象徵 我想僅次於六角星的地位 或者 差不多 可能比六角星更厲害 我想代表的東西有些不同 六角星是現代以色列國家 我覺得 六角星是現在的國家 金燈台有少少說民族 甚至乎他們的信仰和上帝之間的東西 對 味道更強 鼓勵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本書 金燈台 非常精彩 也可以參考我們那本炎和光的書 也是燈台有燈有光的意思 對 看看 最快下個禮拜一送到 好 頂了 免運 還省了六個多 對 還有沒有稅 免運 買 買滿四十九元美金才免運 買吧 買吧 待會講下一本 兩本革命便可以買 好 到你了 到我講講什麼 我實在沒有專家那麼學術 你說這些 對 我是市井人 我說什麼 前陣子有一部電影 其實那部電影不是新的電影 那個題材也是一個很有歷史的題材 就是那部電影叫做The Spy 在Netflix那裡有 剛好我找回資料想分享的時候 有看到美國姐姐 美國妹妹 美國妹妹 以色列美國妹妹 她原來也有介紹過 就是這一套 就是講 以色列的間諜 那位叫做Elly Cohen的特工 可不可以叫做一生 不是叫做一生 最厲害的那樣東西 都可以這樣說 劇透少許 可以說 其實都劇透了 這件事都 他最後被人抓到 他死了 他人生最後幾年都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都是他的嚴格來說 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本身就不知道 之前有聽過這個故事 就是關於一個很厲害的特工 基本上可以叫做救了以色列 在一場戰爭裏面 但那場戰爭是他死了之後的戰爭 六日戰是他死了之後 那究竟這部電影是講什麼的呢 首先要講一下這個演員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演員 這個演員厲害 他之前拍了一部電影 都是笑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波叔 波拉特 他扮一個哈薩克的記者去美國 這個第一 是不是有波叔儀的 波叔儀很難頂的 波叔儀很重厚 我們勸大家未成年的聽眾觀眾 成年都要有家長陪同 家長都要找另一個家長陪同 要的 很重的口味 PG3 很嚴重 但很有趣的 他這個演員勁在 他拍什麼角色 他的口音都做到了 他是什麼人 他是英國人 澳洲人 澳洲人 他是英國出生澳洲人 我不記得 因為阿倫牧斯是澳洲人 我跟阿倫牧斯說他 他說我很喜歡他 他說我老婆很不喜歡 擁抱不到 他這個演員其實真的很厲害 他是 怎麼說 這套戲是整套 我印象他沒有哪個位是有笑的 沒有 沒有 他有微笑的 但他沒有任何溫馨位 是的 那種 看到家人 那種 有些輕鬆一點的感覺 但基本上都是沉重的 都是沉重的 因為他在說特工的心裡掙扎 還有他在執行任務上的危險 那些危險 那些困難 我覺得好看 好看 這個 另一套大家可能看過他的戲 就是大頓才 The Dictator 也是他 這個演員 Saka Baron Cohen 大家應該有見過他 你認識他可能也是一些笑片 好像是西方界的周星馳 差不多 那個無厘頭的程度是很貼近 但無厘頭得來裡面很有內涵 其實他是Jewish 他是Jewish 因為他的名字是Cohen 就是祭司 祭司的名字 很有趣 他就演過阿拉丁 就是這套 Admiral General阿拉丁 這套真是好看 這套又是要加長子 這套如果你 你個人斯文一點 可能頂不上 但他裡面的 講一些很微妙的 中東政治的一些 消毀 你會覺得 他講到中東的獨裁者是怎樣的 他就做一個很離譜的示範 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 有很多無厘頭的東西 正 對 這套也對 這套也對 美國妹妹也有介紹過 他說這套電影 他有做過一件事很厲害的 有一件事相傳 沒有經證實 但廣泛地認為他做了一件事 在敘利亞那邊 62年開始 他們跟以色列有些戰爭 一直不知道敘利亞那邊的軍隊 他們知道那邊有軍 這個特工幾經辛苦 潛入了敘利亞軍方 已經是一個很高的位置 可以跟他們的軍方人員交流 有溝通 好像朋友一樣 這套電影也有說 到最後他知道原來那些敘利亞軍隊 躲在地底 一個山的洞 然後怎麼辦 很有趣 這套電影也有說 他們的兵這麼熱 怎麼辦 出來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們是很順順的 這個Cohen就去告訴那些人 種一些樹 遮蔭 他們就可以在這裡乘涼 到最後這件事過了很久 到了六日戰爭的時候 六七年六日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軍方就是因為他們種了很多 尤加利樹 尤加利樹 然後就標示了他們的戰豪位置 軍營和戰豪 然後他們兩天之內就炸了 那個哥蘭高地 全部敘利亞軍的佈防 但是這件事是他 因為他六五年已經被人居住了 他是被人上吊 但是這件事去到 他死了之後 其實他做的事情都是幫了 幫了以色列 很厲害 基本上我們今時今日去以色列 去上哥蘭高地 大部分的導遊都會說 美國妹妹也有說 他說有一次他去 我不記得他去哪個位置 他在一間店舖上 就跟店員說 因為他放了這張照片 然後他就問那個店員 他以為這個是店主的祖父母 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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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老闆就告訴他 這個人你也不認識 這個是我們很厲害的人 他就從這樣的方法 認識了這個Code 很有趣 很有趣 有趣 但要說一下這個人有多厲害 他在二四年他在埃及出生 亞歷山大是猶太人 亞歷山大是猶太人 所以才做到間諜 因為他是阿拉伯國的長大人 他有那種口音 然後那個歷史裡面說 就是去Wikipedia找到的 他說他改變口音 嘩 其實跟那個 和你演戲 是一樣 他本身就說他是有埃及的口音 但是因為他知道他的任務 是要去敘利亞 他就把那個敘利亞口音 改變了去他 厲害 其實很難 譬如我剛剛去完台灣 我要變成一個有台灣口音的香港人 是很難的 要時間 要時間 都要很aware 因為會不小心就漏出來 是啊 你想想他是一個特工 可能一句話就死了 一個不小心 即是說了一句地道的廣東話粗口 馬上就喝 哦 你是香港人 你壞了 馬上就被人發現了 馬上知道 所以厲害 這個可以引出口音 改變口音 推介 這套戲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覺得 都有種步步驚心的感覺 有啊 他未至於是那些很打仗片 即是他沒有 沒有打仗的 沒有大場面 很多都是內心戲 好看 好看的 他的藝術角度 他的拍攝技巧我都蠻喜歡 那個顏色 顏色 你講 你講 首先他是不是用了一支古董鏡頭 是的 厲害 是啊 那個男主角是做監製還是導演 哦 是嗎 我好像是印象了 他自己做監製還是導演 他用了一支很古典的電影鏡頭 是的 那個形象有點鬆鬆的感覺 是的 只是中間很鎮定 是的 然後他們在後期製作中選擇了 每逢主角做間諜的時候 即是他在間諜身份的時候 整個電影的顏色很濃的 很出色的 你看到所有顏色都在 一說到他回家鄉 做回他自己的身份的時候 就全程黑白 是的 很有趣 有這些特別效果 是否他自己做導演 我記得他不至於完全黑白 他有很淡的顏色 他是想表達一些東西 他做producer 是不是 沒有 不是 不是 那為什麼我看到 不知道 不要緊 是啊 producer 有的 是啊 producer 沒有的 監製 有支特別鏡 有沒有說 沒有 我上次在找的時候 找到那支鏡 是呀 很有趣 好 厲害 強烈推介 Netflix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其實大家有興趣 去Youtube找到很多關於Elly Cohen的東西 這條片是說他的 是不是後代 是他女兒來的 是他女兒來的 他女兒說回他爸爸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 厲害 厲害 強烈推介 如果大家都喜歡 以色列 或者想知道一些 以色列現代的歷史 近代史 不妨要去認識一下 因為在中東大家都知道 就是戰爭 整天都發生的 你現在經常都聽 哪裏打哪裏 哪裏打哪裏 那關於這個 以色列其中一個很重大的歷史 就是六日戰爭 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 其中一個 我想現代就會看就是Elly Cohen這個間諜的影響 即是那場仗贏 六日戰爭沒有被 六日戰爭老實說就不是贏 叫不叫做贏 即是沒有被人打死 其實也叫贏 之後那個是比較差的 熟醉日戰爭是比較差的 被人打到落花流水 但最後都贏 即是最後沒有死 但是六日戰爭就是贏的 即是那個狀態 但其中一個原因 現在的人普遍認為因為他間諜的工作 令他們贏 這樣吧 好 推介 推介 大家不妨去找 還有一個 美國妹妹說有一個博物館 在特拉維夫那裏 但因為是Hebrew 這個十五十六是甚麼意思 十五十六我都不知道 你看到哪個字 你看到哪個字 看到 十六歲以下 十六歲以上不能入 即是十五歲多的人才能入 那麼有趣 在正中間 你看這個是他的屋 正啊 那些大馬士的傢俬 正啊 這個好像是他老婆 他老婆 大家去Youtube找影片的時候都小心看 因為會找到一些他被人吊頸的影片 是公開地處決 公開地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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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放在六個小時 被人看 還要整個過程是被菲林基拍攝的過程 差不多是斬首示眾的朋友 是政治犯 即是阿媽的政治犯 很多故事 我看那套Netflix那套的時候 亦都提起了興趣認識 多少少關於敘利亞的內政 即敘利亞國家的政治 原來都很亂 為何今時今日敘利亞還在打內戰 某程度源於那個年代的蘇州史流到現在 他那套電影裡面也有說他們自己打自己 有啊有啊 經常自己打自己 那個總統也是這樣拿 是啊 那個Bath Party 他們是阿拉伯種族主義的 叫做什麼 民族主義還是國家主義 即是很重 即是阿拉伯人我們很厲害 真的有一點點 那個年代很多 有啊 掛了一個牌子 好看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就去找吧 Netflix可以找到的 好看 好看 非常好看 是 好 接著到你了 喂 蟹羊呢 我要找出來 剛剛 剛剛 不小心刪掉了 欸 Ori 等我一會兒 那麼 那麼蟹羊呢 就是阿Sir介紹的這本書 那就是去年的新書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漂亮啊 我最喜歡的 Tiffany Blue 就是這個伊斯蘭顏色 土耳其綠 土耳其藍 Turkois 你知道Turkois這個字 是法文來的嗎 是嗎 法文來的 法文你也懂的 Turkois就是土耳其人的顏色 噢 所以這個顏色就叫Turkois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呢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他是一個考國家來的 Jonathan Adler 那這位考古學家 他用綜合 考古的資料 去到分析 就是 猶太教的起源 是什麼時候 因為 因為 即是不說 大家不說 我們有時候 圖聖經的時候 我們會以為 猶太教 自古以來 由摩西開始 就存在 一直到耶穌 但其實 一定不是 其實很重要 就是 猶太教其實經歷了很多變遷 很多很大的變化 一直去到耶穌時期的猶太教 是另一件事 和舊約聖經的猶太教 嚴格來說 我阿sir的說法就是 舊約聖經沒有猶太教 舊約聖經那種叫做 現在學術界會叫做 Yahwism 即是 敬拜耶和華上帝的信仰 但是那個敬拜耶和華上帝的信仰 和猶太教 是兩件事 首先就是 不是單一神 雖然這樣說 你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說 人太教不是單一神 你看聖經你就知道 是 即是意識的人走去拜巴力 是吧 這個很清楚的例子 即是他們 那個年代是接受不同的 神明存在 或者去敬拜 所以 他 很多時候 我們去看 或者小弟的 詩成的一排 他們會去看 就是 馬加比的故事 馬加比的 這個 前後的年代 是一個很明顯地 猶太教 去到 由一個 由一個實體 開始存在 這個信仰開始存在 其中一個原因 我常常說 就是 有什麼影響 當時的猶太人 令到他們要重新 對於信仰上有一個改革 就是他們面對的困難 他說 在舊約聖經的年代 我們遇到困難 我們被外敵攻擊 那個原因很簡單 我們沒有按住神的懷疑去到生活 嗯 那好了 就去到 去到 以斯拉尼希米的年代開始 他就 我們要跟回 陀拉裡面的講法 即是你有看 以斯拉尼希米記的年代 你就知道 原來已經這麼多年沒有守志祈 原來已經這麼多年沒有做這些 要守回 要守回 那好了 開始守回這些 跟回摩西五經去走的時候 去到 馬加比的時期 去到希臘人 即是這個 阿歷山大打後 就是出現一個情況 我們已經按住了摩西五經去生活 但是依然被人 殘害 依然受到迫白 為什麼 那跟著那個時候的猶太教 就開始慢慢承認了 開始對神學觀 應該這麼說 就在那個時候開始承認了 其中 譬如很出名的馬加比那個 有一個叫做 Testament of Levy 是利味的見證錄 這樣 就說到他說 我們寧願死 我們都要跟著上主的話 即是跟著摩西五經去到活出來 他們選擇生命 和選擇這個 選擇你的性命 和選擇這個按摩西的律法去生活 他們 prefer 摩西的律法先走 那這個思維就是很 在那段時間建立出來的 對於我們讀新約聖經就很有趣 因為新約聖經 其實你要這樣看 就是原來 耶穌存活在這個地上的年代 那個猶太教其實是很早期的 一個初型來的 而耶穌或者主就是選擇這個時間 來到這個世界上 就是趁著這個機會 就是在那個猶太教最發展得 比較蓬勃 大家就是百花齊放的那個年代 去到來到這個世界上 那麼我們剛才說的一大堆東西 全部都是從文學的角度 就是不同的聖經的書卷 經外文獻等等 集合這些資料 就去到有一個結論 就是告訴我們 你聽猶太教大概在主前三兩世紀的時候成立 或者成形 一直去到耶穌的時候 聖殿庇位就是一個最大的轉捩點 聖殿庇位之後 就只有應該這樣說 由主前二三世紀開始 就開始慢慢成形 很多不同的門派就出現了 包括我們很熟悉的 法利塞 薩刀該 愛惜離人 或者是叫坤蘭群體 或者不是 然後還有很多哈西典人 還有耶穌拿薩拉吉黨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這些派系 然後直到去到聖殿庇位之後 就只剩下法利塞 就是拉比猶太教 還有我們拿薩拉吉黨 跟隨耶穌就變成今天的基督教 那全部都是文學的角度 但是這位學者呢 他是考國家 那他就去分析了 以色列極多不同的遺跡 裡面找到的一些證據 而從這些證據 就是說 他看著這些證據 他就引申一些討論出來 就是說 這裡的人 有沒有按著摩西的律法去到生活呢 第一個chapter 他說飲食條例 他說飲食條例 就分析兩樣東西 或者分析武輪的魚的魚骨頭 還有豬的骨頭 那他就去看了 這個list裡面有30個遺跡 這30個遺跡 追溯去到主前二世紀三世紀的時候的層段 有多少豬骨在這裡呢 %是多少呢 再之前是多少呢 再之後是多少呢 慢慢分析之後呢 老實說這本書的內容是悶的 但是他的結論很重要 他的結論就是 連考古的實物證據 都是告訴我們 猶太教大概就是那段時間出現的 所以對於我們 師承一派的學術討論來說 多了個實據去做一個backup 大家不同的方向出發 一個從文學 一個從實物考古的角度出發 但是竟然可以找到一個common的地方 證實就是說 原來猶太教就是這一段時間期間 成立出來 to be fair 我只是看了頭兩個chapter 我還沒看到第三、第四、第五 第一個chapter是講飲食 第二就是講他們有沒有一些圖像的藝術 就是偶像 講潔淨條例 也有講浸池 講閣羊 還有這個Tefelin 那個叫什麼 祈禱盒 GoPro 其實很好 可能各位聽眾還沒這麼快想到 這本書和我讀過後對我有什麼益處 我剛才這樣聽 我覺得是一個很實際的耶穌時期 甚至是耶穌之前的時期 那個猶太人群體 或者以色列人群體的背景 是整個他們的生活背景 包括剛才說飲食的東西 包括他們的會堂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宗教上的條例 因為在舊約聖經裡 沒有講他們怎麼守什麼條例 沒有的 但是到了新約時期 有很多這些東西 發展就是由他們的宗教開始 所以這本書給了一些很好的參考 就是究竟那個宗教的起源 是來自什麼 然後他們是怎麼活的那個宗教 然後去到 如果你認識了 之後就去到主耶穌 上帝要主耶穌來到這個地上 是什麼原因 究竟他們當時在犯一些 不要說犯一些什麼 他們在過一些什麼的生活 主耶穌去到現場 看到一些什麼猶太人 他們什麼的生活 那就變得很立體 很有趣的 就是原來在聖經裡講的一些條例 一些執行的必須要做的事情 守折旗 或者某一些結證條例 在舊約聖經裡找不到有其他的資料 顯示有人遵守過 但是新約聖經很多時候是歷史文獻裡 第一次記載某一類事件發生 例如耶穌門徒洗手吃飯 然後被法利賽人去針對他們 你們不洗手吃飯 原來洗手吃飯 在猶太拉給文獻裡沒有 最早記載就是哪 真約聖經 所以很興奮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 不是無緣無故從火山爆出來 突然猶太教徒就存在 甚至有一個會堂會堂 他都會說 猶太會堂的舊約聖經是沒有的 但是新約聖經會堂很像 已經是一個很成立的系統 他們不會有疑問 為什麼有這個東西 一砰一聲就出來了 一定是新舊約之間有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 這個學者的研究很重要 也都讓我們明白一件事就是 猶太的信仰不是一個固態的一塊東西 不是一塊猶太教 就是這樣 我們的Post Enlightenment 就是這個Enlightenment 叫做 糟了中文忘記了 我的英文太差了 十九世紀 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後的思維 我們對於一些東西的definition 一些事物的框架 我們要畫得很清楚 我們人很喜歡這樣的思維模式 這些就是Peter 經常說的希臘化 希臘化的思維 其實我覺得不僅是希臘化 是十九世紀 在無運動 再令這件事更強烈 我們會看耶穌時期的猶太教 然後就一敷衍 但是其實是很dynamic的一件事 一路不斷地變 甚至乎由耶穌出生的時候 到耶穌死後 耶穌門徒年代的猶太教 他們面對的對家都可能不同了 寶羅初期的時候的猶太教 去到寶羅晚期的時候的猶太教 可能很不同 觀察這些變化就很有趣 我覺得對於我們讀聖經來說 當你明白背後的變化 你就會覺得 我多明白寶羅為何這麼說 為什麼他早期會有這樣的東西說 後來好像有一點互相矛盾 前言不對後語的狀態 那就是從這裡來 即是他的對面也在變化 我自己本身的信仰 因為我也是喜歡撩嬌艾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 網上罵箭 那也不要這麼說 我又不是挑起罵箭的人 就是有人罵你就 那就請教一下 打救他 純粹我是 不要說撩嬌艾 應該是說 我喜歡把事情調轉去想的人 我就會想 今天現代我們的所謂信仰 有一個框就是宗教 我們就在宗教裡面 去敬拜我們的上帝 但是這個宗教在 譬如剛才所說 猶太教的起源 其實不算是一個宗教 因為在舊約聖經裡面 你看到那群子民的群體 他們是過一套 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 他們盡力去活一種生命 這樣就成為了他們的日常 去到現代或者後期 就變成一個宗教的信仰 然後就有一些所謂的 例如你要去行使某些事情 何謂這個信仰 你做了某些事情 你就是等於這個宗教裡面的人 我就會反過來想 其實這樣對於我和上帝建立關係 是不是一件好的事 我就會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剛才這個書非常好 去重組信仰或教 宗教的原本是什麼 它的出處是什麼 可能你知道的出處 你就會知道原來寶羅說某些事情 原來是在叫他們 你回去的出處 原來那個出處不是叫你 之後做某些事情去滿足就OK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本書 雖然剛才專家說悶 不如叫專家看完之後 跟大家分享 所以現在說 跟剛才介紹的那本 那本好像講故事 那講故事很吸引 那這本有少少 有些部分是屬於數據分析 那數據分析就一定會悶 一定會悶 那可能你有興趣 你覺得那些數據很有趣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有些都很有趣 譬如你剛才說的都很有趣 這個哥拉遜猶太村莊裡面 的什麼什麼層段 有954個動物骨頭 可能有80顆是豬骨 那些百分析就是多少 一定是羅馬人拿過來 以前就會這樣想 那些羅馬人拿過來 誰知道原來不是 現代的考國家就會覺得 其實猶太人他們都 環境不好的時候 你什麼都吃 如果不是馬加比時期 就不會叫人獻豬 隨手都找到一隻豬 所以很有趣 讓我們重新去了解 猶太信仰的根源 其實為什麼猶太信仰的根源重要 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基督教信仰 都是源自那個年代的猶太教 甚至乎耶穌本身 或者上帝都選擇一個民族 耶穌就變成一個猶太 沒錯 所以認識我們的信仰根源 再向前走一步 給多些機會自己思考 是一個好的訓練 厲害 好 好 然後就到我說 我又是選擇這個電影 剛才說的一套相對地沉重一點的電影 現在就說另一套 比較上有趣一點的 笑片 我喜歡笑片 笑片得來又有些 關於少少文 沒有三級的 這個我沒有看過 我不看三級的 我直接就看 再高級一點的 沒有沒有 高級的 高級的 這套很有趣的 它都是一套以色列的電影 你現在應該在Netflix都還找到 最近很多東西落架 大家都聽完這個 真的忽略和給它看 有 有 怎麼讀 這套是不是叫Makdoup Makdoup 不知道 Makdoup 不知道怎麼讀 其實整套電影呢 他的背景是以色列 如果你喜歡以色列 你可以找到裡面很多icon的東西 例如你會去到西牆 他會在特拉維夫有些地方 他就說有兩個 你現在畫面看到這兩個 是以色列的黑幫 以色列的黑社會 猶太身而安 很有趣 他們開頭很兇死 我不劇透太多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覺得有趣就去看 他的trailer說 他本身是一個壞人 誰知道在一個恐怖襲擊中 死不去 只有他們兩個死不去 他們就開始想 難道上帝救了我 怎麼辦呢 然後他們就覺得 不行 上帝救了我 我要有些回應給上帝 做一些好事 他們就做些什麼好事 找一些人去幫 怎樣找人去幫 他就想 有些什麼人要我幫 他就想 我去西牆那裡 找一些人的祈禱 那張紙條 就劃別人的字條出來 就去幫幫 看他在祈禱什麼 對 某程度就像他做了上帝回應別人的祈禱 好可愛 很有趣 那套戲就說他做一些善行的過程 當然也很搞笑 他整套過程都離不開 他本身都是一個黑幫 所以可能扶著阿婆的馬路都拿著槍 他幫人都是用一種黑幫的方法 黑幫的思維 這個真棒 只是聽到這個題目已經知道 一定是很多笑位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難場的 難得 一套笑片 又是一套 你會想應該不是說 拿到很多 學到很多東西的戲來講 他是不難場 那OK 娛樂性又豐富 最重要是這個 最重要是可以去以色列 沒錯 又可以看著那些地方 精彩 又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 他都有些日常的東西很有趣 例如其中一個男主角 他應該是一個猶太教的人 他對著那條魚 會有一點束手無策 因為那條魚是不潔 他見到那條魚不潔 他不敢碰那些東西 很有趣 正統猶太黑幫 我想是吧 挺好笑的 整件事很矛盾 挺好笑的 你真的想像不到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沒有哪個聽眾看過 你都不妨留言跟我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我看了兩次這部電影 2018年出 所以劇透應該都不會死全家 不會死全家 死幾個都不好 我上網看過了 真的緊張那部電影的話 首播兩個星期內 兩個星期後 劇透是沒什麼 不應該再說別人劇透 原因就是如果你真的這麼關心 你那兩個星期就看了 你那兩個星期就看了 我覺得很合理 這部電影可能是不紅的 對 2018年 大家找來看看 很有趣的 特地拿這部電影給同工去看 大家都很笑 有沒有立即想到西場拿紙仔來看 有想過 地下有張 會不會打開它 他連去拿紙仔的過程都很有趣 是嗎 要偷的 他們說我不可以只幫男人 我都要幫女人 究竟為什麼他幫女人那件事 讓大家看 好有趣 好笑 沒那麼沉重 沒那麼沉重 這部電影看完很開心 看完很開心 好笑 好笑 非常好 有質素 有水平的電影 是 猶太電影 是少的 少不少 也不是 不知道 我自己有時候看開 它是英文的 還是Heblu Heblu有字幕 在Netflix剛好有中文字幕 是 不記得有英文還是中文字幕 好像都是英文字幕 是 不過找來看看 不 你香港Netflix找到 應該真的有中文字幕 我不肯定 我印象中是 那就當有先 當有先 當有先 很喜歡找一些猶太戲看的 是 我就 Netflix 經常都推薦我看那些 講紐約 那些正統猶太的人 那些 因為你看得多 又在播 他經常都會講那些 就是 哈西典派那些 然後講 怎樣脫離 那個 其實 有時候描述到那個 猶太教好像邪教 有好 有好 有不好 也好 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 也是有趣 是 其中一個 我按給大家看 反正在說電影 那套叫做 Unorthodox 這套 不得了 這套 再不然你可以介紹 阿 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那個肥仔 噢 Shiromi 是 下次講一下 這套 叫做 Unorthodox 那它是講一個 紐約的 現在是播 播完 很開心 等一下被 Youtube 罵我們 Unorthodox 之前很行 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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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它是講一個猶太的女子 正統猶太家庭的女子 嫁給一個猶太老 然後婚姻不太開心 然後她 她離開的 最後就講她怎樣脫離 整個信仰系統 因為紐約的正統猶太教 有很多派 其中有一派就是Sagmar Sagmar Sagmar就是匈牙利一個小鎮的拉比 他們的派系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大途殺生患者 去到美國 走到美國的時候 他們沒有治療他們的創傷 到今天她還覺得有人準備要殺死他們 害她 所以長期一種避害妄想在群體裏面出現 那她就很排外 那裏面的人就很 有些情況下 不是最開心 所以久不久都會有這些故事紀錄片 正統猶太的想離開這個群體 就是妄想離開這個相對的 那又是在那裏面的人 就是其中一部電影 而是其中一部電影 但是她的主角 其實內容是一本書 改編自一本書 那個主角角度 從第一身自己的身份 就是自主來的女士 他寫了一本書 所以一定說到對家就是邪惡,自己就是無辜那個被人害的 所以對於整個猶太群體就相對地負面一點 所以剛才你說的士羅密是一個YouTuber 他有說這套東西 他有,其中他出名是因為他帶了另一個YouTuber進去他們的群體看看 這個群體是怎樣,不是那套戲說得那麼瘋狂,我們沒有槍 有印象,他有說Anorvodot,怪不得 所以為何他那麼紅,之後他出了名就是這樣 好的,好事,用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是中立 中立,偽中立,震彈中立 Anyway,今天差不多短一點 短一點就好,之前那些人經常嫌我們太長 又說笑得太多 笑聲太多,又說我們太長 太長 經常都聽別人說我們太長 是嗎? 以前我覺得最...是嗎?我很少聽 我記得早期我們錄的比較短一點 後來有一段時間不知為何越攪越久 沒有,我打算講久一點的人喜歡 誰知道原來不是 算了,有人聽了 現在的view數每放月下 去到只有幾百 有多少人找來開來看看 淒涼 四百多好像,我記得 是嗎? 是 唉,真可憐 大家是不是真的不喜歡聽 有四百多人聽都算是 四百七十二就OK OK 有人留言 有 下次我們在live回應留言 很喜歡你們的笑聲 這麼好的,首語更慘 有 這個 Good Vibes 準備去以色列 對了 這個 H.K.Vanessa 好像是 之前好像不是這個名字 我記得 是嗎? 是呀 你有follow人家 叫菜鵝餅 燒鵝餅 燒鵝餅 叫巴 什麼 士巴 母女王餐廳 士巴 母女王 下次應該做一集是live回應 live回應 大家的提問 沒有,兩句就答完了 只有兩個人問 哈哈哈哈 那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 未來又轉 又去了以色列 是啊 怎麼搞 找一次可不可以live 都 在以色列 live 香港是晚上 你鬼鬼 你都去以色列 是啊 你什麼時候出發 我是七月 七月出發 二十 二十 可以 我們找一個下午 我們想一下怎麼live 因為我們一起考古 我們可以live考古的情況 某些 好玩 不過不知道網絡能否承受到 因為一來網絡問題 二來就是太熱 那些機件有機會一live就死機 overheat 一來就overheat 一來就overheat 一開波就overheat 有這樣的可能 我們都不敢說開個空頭支票 但是我們有這樣的計劃 做到就做 對,做到就做 做到就做 我們可以劇透一點 諮詢組找了嘉賓 咦 嘉賓厲害 我們這樣的節目都找到嘉賓 找到嘉賓 如果找到嘉賓都沒有人看 那就是可以撿 撿得了 撿得了 哈哈哈哈 是啊 近年 我找到一個朋友 他很喜歡看書 又很喜歡看電影 哇厲害 他根本上可以說完這集 沒錯 我們可以加一些小環節 訪問一下他 好啊 介紹一下 好啊 今期流行些什麼 好啊 厲害 看看怎樣 我們 當我們做到不太行的時候 就要找一些客席的人來 吸一吸客 因為認識他的人會來聽一下 希望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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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絕招就是找你兒子來出發 哈哈 要出樣子 就會好一點 然後就會多些人看 那聲音都是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可怕 這個 東正教有時候畫那些油畫 瑪莉哈抱著那個BB耶穌 但是臉是成年 哈哈哈哈 那些真是 那些是嚇一嚇的 看得到 哇 搞什麼啊 電影都有 生出來是老人家 那一套很有名的 變回小朋友 白皮特 哇厲害 你也看過 他的出處都是那些畫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嗎 哈哈哈哈 好了 笑聲太多了 小聲太多了 好 那就加一排吧 不知道什麼時候 加一排吧 如果有緣的話 我們看看有機會 就短短的和大家見面 好啊 直播 直播 好就這樣 好 再見了各位 好再見了 多謝大家 記得去看電影 記得去看書 還要買書 好 拜拜 好 好 好